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我是爱你们的鸣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陷入时空循环的短片《命运》 7点50的闹钟准时响起,眼睛男利索地起床换好衣服离开房间 衣柜门却不知怎么地自己打开了 将其关好后他走下了满是钟表的楼梯 哎,说你呢,你这个摆的方向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强行给他纠正过来后,眼睛男舒服地笑了 一套完美流程的出门准备,带上早餐 挤好领带,带上雨伞,拿着公文包 准时在八点钟出门,这强迫症真的是没谁了 掏出怀表一看,不知为何竟然卡死了 眼睛男有点不爽,但也没什么办法 边晃边走出了家门,刺耳的鸣笛声响起 一辆车冲了过来,把他撞回了床上 7点50的闹钟再次响起,幸好这只是个噩梦 然而当眼睛男起床准备换衣服的时候 另一个自己却从门外走了进来,给他吓呆了 上一个自己一直重复着自己做过的事情 并且他好像没有办法看到现在的眼睛男 现在的眼睛男只是个灵魂 他只能再次目睹自己被车撞死 然后再次从房间里醒来 这次房间里有了三个他 他仍然不知道该怎么阻止汽车撞死自己 突然他发现自己能够触碰院子里的小玩偶 于是他立马捡起来 朝那个疲劳驾驶的司机车窗砸了过去 本以为自己可以幸免遇难 但汽车还是好巧不巧地砸到了他的身上 这次从床上醒来的眼睛男已经累了 他非常的惊恐不知所措 直接摔下了楼,看着自己死亡 身心俱疲的眼睛男已经边临崩溃的边缘 他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诡异的死循环 抄起手边的闹钟砸向了墙上的挂钟 然而时间就在这一刻变慢了 他小心翼翼地走下楼 突然看到远方的晨光 原来今天的天气这么好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着第一个自己拿着的那块怀表 轻轻地盖上了他 一瞬间,所有的他都回到了第一个他的身体里 他让那辆汽车经过了自己的屋子 看着周围的环境 那都是他不曾在意过的风景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美好 仔细想想 我们是否都被固定的启程时间 固定的口味 固定的聚会 固定的娱乐给限制住了眼界呢 这部短片让我想起了高中作文里经常出现的一句话 不要忽略了沿途的风景 明明是很久以前就懂得的道理 却仍然陷在生活的智谷中 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天真 天要你死 你不得不死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 陪你一起过想要的人生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内容 下期见啦 咱们 感谢观看